还记得上初中的时候 蓝色妖姬和蔡徐坤是最好的朋友 他们约定一辈子只能跟对方一起玩 一天蓝色妖姬去坤坤家里玩 结果刚进屋就发现 坤坤竟然在偷偷跟女神躲拉一起玩 看到这一幕的妖姬非常生气 好啊蓝色妖姬你不爱 非要在渣女身上照存在 那我今天就成全你 说完妖姬就冲到楼下摔死了 妖姬去世后 坤坤每天晚上睡觉 都会梦到妖姬变成厉鬼来报复自己 更可怕的是每天晚上12点 原本空无一人的房间里 就会响起奇怪的音乐 这让坤坤非常害怕 于是他便请来了一位算命大师 来帮助自己 坤坤把事情的经过都告诉了大师 大师听完后非常生气 哎呀完了小伙子你没救了 现在谁都救不了你了 蓝色妖姬对你恨得太深 现在他已经变成了鬼魂 今晚就要来找你算账 你还是准备准备吃喜吧 听到这的坤坤大惊失色 哎呀大师我所有钱都给你 你就要救我呀 大师想了想 随后便在床前放了一个假人 坤坤呀这个假人就是你的替身 今天晚上赶紧躲起来 他只要看到假人就不会来找你了 于是当天晚上 坤坤赶紧躲进了床底下 可为什么到了第二天早上 坤坤还是屋了呢